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好 就有導演抽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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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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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那Villum 是不是很久沒有回香港拍片影 是啊 有過十年 這麼久 期間 期間是否有很多現場工作邀請 就是最近才收到這些電影 坦白說 如果你說是關於香港的頸棋片 之前是比較少的 所以其實當我收到Lando的腰藥的時候 其實有些好像化那樣 去到拍完了 就夢想成真的感覺 但你會否適應到節奏 好像是兩邊相差很遠的節奏 不會相差很遠 一樣都是這樣做 只不過是你的投入程度是怎樣 因為當你知道要拍Lando的作品的時候 你就要躺身了 剛才在台上都說了 你是預了要拼搏的了 但是你要去怎樣營煉好那個劇情呢 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對於我來說是學習得很多的 因為有嘉輝哥看著 我記得拍完第一場戲的時候 第一場戲的時候呢 我搞了他們很久的 其實在醫院有一場戲 但是嘉輝哥一路帶著我去做 他分享很多經驗給我 所以其實在這套戲拍完之後 我學習了很多 其實這可能我們香港片都是一種風格 其實我們每一部戲你看到很高能量 當然在我的戲裡面 對演員的折磨更加嚴峻 當然就是說其實拍戲也是很上癮 每一部一定是會高過上一部的要求 但你有沒有覺得很害怕導演 就是覺得很辛苦拍這部的部 不害怕的也不會站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導演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當他在現場對自己的要求高的時候 我們大家每一個人 其實團體領導是很重要的 所以導演要求那麼高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把最好的拿出來 所以有特別加操 為甚麼去應付一些動作 加操?有的 但是我因為跟導演之前溝通過 他知道我的能力去到哪裏 其實不是說加操 要維持都是一個要自己去想想的東西 就是吃東西或者你自己那個 我覺得心肺是最重要的 因為一開始打你就不知道要打幾個小時 是的 那你怎麼看著他會很辛苦? 我對比起他們其實不算很辛苦 還有因為我不算多動作 大部份動作是我看他們三個 因為我在現場看到 所以我想我最大的動作應該就是 在那個山洞裏面 就是每一天 大家一起爬那個流梯 爬那一層流梯 但是也有少許的 也有少許的 還有我自己也喜歡動作 希望下次再跟Lam到合作的時候 可以又嘗試一下 有要求 他下次可以打女兒 好 收到了 娜姐我收到了 Sean 也有專業電影 不是 我都是一直 其實我沒有分說電影電視劇的 我專注做一個演員 有好的角色我就去做 物體舞打你也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所謂 當然你拍得多動作的 你自己的身體又要保持著 但是接下來我會做一下喜劇 我也想做一下一些 觀眾沒見過的事 之後下來我會有套喜劇 去開拍 那William 你會 今年預計有多少時間來香港 然後拍完戲又回到香港 都是聽安排 是的 因為今天也公佈Lando 也有一個新的項目 有幸參與 你自己呢? 你自己上去嗎? 我自己兩邊在走 是的 所以如果他們一召我 我又可以回來開工 其實在這裡開工 其實我十幾年 很久沒試過在香港的街道開拍 因為爆裂點這部戲 其實是在很多很貼地的香港的景點取景 其實那個感覺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所以其實很懷念這個地方 我亦都很希望可以有多些機會上來拍 導演那麽交回音樂 是否在電影中受傷 考慎成長 是的 是的 那次是一個天橋要跳下來的時候 本來他很努力地take one ok 了 那我說其實如果差一點點可以 即是來多一個 那第二個就出了事 會有機會試試唱全景主題曲嗎? 不會啦 他們都不會找我 你想不想出去出廣東歌 香港? 我想的 但每套戲有不同風格 所以我想他們製造公司有自己的安排 真的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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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即是照片 是的 因為我剛剪完電影 結束我也是剛剪好的 剪完之後 做了少許試片 那些人看完很興奮 不過他說 如果有一件事可以like-up整部電影 那一首歌挺好的 加輝哥一起唱 不是呀 一起唱 我在想一起唱 加輝哥獨唱 哈哈 哈哈 一起唱 全部人一起唱 是的 一起唱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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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